好 總之繼續帶你來關西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現在是遭到擠壓禁見 而原本規劃九月底的訪美行程 則是由黨內立委黃珊珊來代表出席 不過這樣子的安排也引發各種討論 包含了因為黃珊珊是前副市長 也就是說在柯文哲市長任內有幾大官司案 也跟他有一些關聯性 甚至在先前出爐的北市科地上全招商案 黃珊珊就是負責督導 那現在他訪美也引發一些質疑 甚至有政治評論員透露 民眾黨內部也有不同的聲音 帶你關心 從這個金華城到北市科 或之後大家會討論的這個漁果市場 同樣的都發生所謂第一次沒有通過 然後突然間重新再改這個標案規格 然後標出去之後正好都跟柯文哲有特殊性的關係 到底是誰在後面使用了這樣的魔法 剛好就這麼巧 他為什麼可以代表黨主席去美國出席會議 難道秘書長或者是其他人不方便出席嗎 所以民眾黨的內部都認為黃珊珊明明被停權這樣的角色 那為什麼還可以代表黨主席 現在讓人家匪夷所思 好可以聽到吳靖營是強調我他認為這個柯文哲的任內 這幾大案包含了北市科金華城漁果市場 現在是不是都在土利廠商應該要說清楚 而至於黃珊珊這次訪美行程 是不是有可能是為了要逃避這個風波 那也引發了一些質疑 不過對此民眾黨的台中市黨部主委江和樹表示 其實黃珊珊訪美本來也就規劃好了 是當時候就已經做好這個預備 是要跟柯文哲一起到美國去 那現在呢也只是按照計畫的來進行 那至於是不是會來避風頭呢 他則是認為大家不用多做聯想 以上是我們掌握到的最新狀況 又有機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